要是说对不起 会不会有一些丢脸啊 妈妈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 因为妈妈做错了事情 应该道歉 对吗 妈妈 老师说过 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 可是妈妈是个大人呀 怎么办 那妈妈你就当个好大人吧 找我有事 你是不是很忙啊 我会不会耽误你啊 爸爸 妈妈想跟你说对不起 来 爸爸 老师说过 只要是有感地承认错误 就是好孩子 妈妈是个好大人 你要原谅妈妈哦 厉总 有您的电话 等一下 妈妈加油 爸爸 这是送给我的吗 对啊 彤彤刚刚讲的话特别有道理 所以这是爸爸给你的奖励 可是太大合了 我吃不完 我去分给秘书姐姐 还有林叔叔好不好 好啊 那你要记得帮爸爸做一件事 把这个东西丢在林叔叔脸上好不好 好 你惯坏他了 你惯坏他了 惩罚机制是进步的手段 有错就改是进步的表现 对不起 你知道我想要听到的 不是这三个字 我当时问过你 有没有插手创美的事情 可你为什么不说啊 你要我说什么 就告诉我 你没有做对创美不好的事情 还让杨阳来帮我们 我那样误会你 你为什么不解释啊 我以为你会相信我 解释是弱者的表现 而且 你的心已经相信了相军 不是吗 我 对不起 当初周茂来到立市 所以我请建东找人去填补那个空缺 就是不希望你们创美一开始就乱了手脚 你想帮我 算是吧 不过建东找去的人 我不清楚他到底是能帮上忙 还是去添乱 那后来呢 后来创美出了事 创美出事的那一晚 你跟我在一起 可是你已经不相信我了 那你要早点告诉我 我不就知道了 多怪你 不讲道理 我 那杨阳后来去了石家庄也是你的意思了 还有 你跟石家庄的厂子怎么有业务啊 没有 我只是帮他们的自主品牌 拓展了三个销售平台 那这样的交换条件 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不会啊 不会啊 这是互惠互利的事 可以帮到他们 也可以帮到历师 顺便还可以帮助创美渡过难关不是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帮我 你觉得呢 是法国来的电话 因为法语我只会说一句笨注 要不然我就跟他们聊了 我 我先离开吧 先去陪彤彤 待会儿一起吃饭 好 我知道了 好 拜拜 我先去陪彤 谢谢 忙完了 等一下 我来 慢点 盖上 我 我肚子饿了 不好意思 今天忙太久了 来 带你去吃饭 那我们走了 彤彤怎么办 我让陈婆来接她 今天 可不可以让她去我那边啊 那你得请我一下 好了 打电话了 嗯 喂 彤彤睡着了 我让她回公寓了 你为什么不把她送回来 小孩子做些要有规律 你这么忙 就不要一直把她留在身边 我是她爸爸 多陪陪儿子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难道把她丢在一边不管吗 这不是管 是放纵 养不教 复制过 你从小让她这么松散 将来她怎么比别人更优秀啊 我不需要她比别人优秀 我只希望她以后快乐 我们回去吧 嗯 要不要吃点什么 刚才你都没有吃东西 好 可是冰箱里只有昨天的剩饭 可以吗 只有一点点炒饭 你先将就一下吧